在业者的说明下 总统蔡英文查看口罩颜色自动化印制流程 还在成品上签名 在疫情即将结束之际 蔡英文特别参访金融口罩国家队 顺义力使业及知名卫浴设备商义态 除了肯定业者的用心 也强调政府已经编列110亿的特别预算 将协助制造业智慧化生产升级转型 为了推动2050近临转型的目标 行政院跟经济部都已经推出了相关的计划 在行政院并规划的亦后的特别预算里面 经济部也特别编列了会投入110亿 来协助我们的制造业走向低碳化智慧化的生产 下午总统蔡英文 在整个座谈过程当中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干部反应 也有提到基隆的几个重要的问题 例如说基隆的国有土地 山坡地保育治理的部分 那总统刚刚有特别交代 也交代适应 特别会在跟后续的农委会 来做后续的沟通跟协商 对于山坡地保育国有财产局 跟市有土地之间的平台的沟通 以及相关的山坡地的治理的预算的争取 那总统已经有交代了 那我会竞速回来跟农委会 还有未来协调基隆市政府 一起来让预算竞速的到位 另外对七土休闲农业发展 及污水处理接管进度延宕 蔡英文也表示关心 我想总统非常重视 我们基隆地方的农业发展 那我们七土区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休闲农场 有养路 然后有最有名的山药 那总统非常关心 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然后包括中央的蔡司英委员 大家一起来帮忙 然后我们的休闲农业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山药 可以继续推广出去 那看看农委会 还有相关的部会 怎么样来帮忙 那我们地方的里长也非常关心 我们这个污水接管的问题 污水处理的接管问题 我想总统也有指示 那我们地方 我们议会说的议员 还有七土区的议员 七土区大家我们会一起来帮忙 那希望这个污水接管的进度 可以加快 离去前 蔡英文还主动走向一旁 守候的民众打招呼 让民众直呼好开心 蔡英文表示 过去几年中央与地方 共同努力 让季隆有很大的发展 她也期免党籍议员们 未来在问证咨询 能为市民把关 让基隆整个城市发展更好 记者张祈腾 新闻报道 小望 四十九 黄鹏 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